神秘的大自然里有着神秘的自然景观 有时人类不经意间的活动会创造出绝美的自然景象 大自然神奇的塑造能力也让我们叹为观止 几百万年的风雨侵蚀 造就了奇特而神秘的自然美景 今天的33放音室为大家带来五种奇特的自然景观 飞喷泉 在美国内华大洲的瓦礁县 有一座小型间歇喷泉 从远处看 喷泉的外形十分奇特 色彩十分鲜艳 三个喷口伸向空中近1.8米 喷出来的是温水 这座令人惊叹的喷泉意外形成于1964年 一家地热公司赚了一口井 由于水温不够 无法达到能源的目的 他们对这口井进行了封盖 但密封失效 意外形成了这处喷泉 喷泉的水中富含碳酸钙和二氧化硅 这些物质在井口积聚 形成椎体和动石池 被喷泉的周围还包含大约40多个 梯田形状的水池 喷泉的不同位置 呈现不同的颜色 这是由于水中富含湿热藻类 它们在潮湿炎热的环境中生长 给岩石染上了绿色和红色的亮丽色调 天子山 天子山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 是数百万年陈济岩侵蚀的产物 其古老的沙石山峰已有三亿年的历史 被水和风慢慢的雕刻出来 它们代表了地球上最独特的地层之一 天子山是武林园风景区的一部分 199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名录 天子山最高峰是昆仑峰 海拔1262米 最低峰是石农域 海拔534米 由于侵蚀以不同的速度发生 这使得天子山地层呈锯齿状 在岩石周围的不同地方 不均匀的突出了许多臂架 多年来土壤在山峰的巨尺状壁架上积累 从而使不同种类的花卉 灌木和树木在地层两侧生长 反过来植物也吸引了野生动物 尤其是在树林中安家的许多种鸟类 每逢雨后 卡庄的山峰常常被雾气包围 从下面的树木覆盖的地面上拔地而起 营造出无与伦比的壮丽景观 童话烟囱 童话烟囱是土耳其卡帕多西亚著名的超现实景观 由数百万年的地质活动所形成 古老的火山喷发用厚厚的火山灰覆盖了该地区 后来这些火山灰凝固成一种软盐 当风和水的自然力量发挥侵蚀作用时 只留下胶硬的元素 在每一块玄武岩上形成一个保护性的蘑菇状钙帽 形成今天可以看到的童话烟囱 除了自然的因素 人类的聪明材质赋予了卡帕多西亚神奇的美感 在罗马时期 受迫害的基督教徒逃到这里 并左手建造一个有手工制作的洞穴 生活区 教堂 马厩和仓库组成的生活区网络 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 他们在此建造了十层高的地下城市 可容纳多大一万人 通风井被伪装成井 大型的滚石门被放置在入口处 曾经是避难所 现在却是最吸引人的旅游目的地 浪漫的热气球之旅 让游客可以俯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南部 公园的主要特色景点是布莱斯峡谷 峡谷里有着大量的一系列白色 粉红色和橙色的石灰岩 这些色彩缤纷 异想天黑的建筑 被统称为奇形石 布莱斯峡谷的奇形石 是在最近6000万年中形成的 15000万年来 岩石裂峰中的水冻结和融化引起了侵蚀 这类侵蚀活动形成的高达60米 且脆多的多彩奇形岩 这一系列的奇形岩在园内从北到南延伸 其长度超过30公里 梦幻般的岩石坚顶和奇形石组成的景观 每年吸引着150万名游客 许多人沿着小路下到峡谷底部 徒步旅行者和骑马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 大自然雕刻的精美的石柱 红崖自然保护区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科科尼诺县北部 以及五颜六色的螺旋形漩涡地形而闻名 是一个珠空式的梦幻世界 充满了奇幻的岩层 如波浪、白口袋和巴克金沟 这种色彩缤纷起伏不定的波浪岩层 形成于侏罗纪时代 经过不断的雨水和风沙的侵蚀 形成了这种独特壮观的景象 在部分地区 一些成状物在自然侵蚀之前就已经发生变形 有专家表示 这种变形很可能代表了这些沙子 在沉积后被恐龙践踏和搅动的过程 如今参观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看波浪岩 它位于保护区的西北部 该地区沉积鲜有人问津 现在却非常受欢迎 想要参观这里也十分不容易 由于地层的脆弱性和希望参观的人数众多 每日凑奖系统仅发放48个次日通行证 凑奖资格需要提前4个月获得 想要参观这里需要提前规划 并且运用极好的运气 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 以其鲜艳的色彩和耐人寻味的表现形式 吸引了大量的摄影师 艺术家和游客 因为各种原因 想到一些地方参观甚至需要绝佳的运气 一些自然现象的出现 更是需要恰当的时机 把地而起的山峰 五彩斑斓的喷泉 大自然的美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 它的美用心才能去感受 你还知道哪些奇特的自然景观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节目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